在英國,他的鐵路,他的捷運,他的營利,營運的部分 他有一定自我的一個規範 因為我這是提供社會的服務,公共利益大益 這個營業團體的,企業管理的這個意義價值 所以他如果今年賺的錢多了,他登報道歉 他說我為什麼賺的錢多了 不是說我這個升官寄大逛,不是 他自我檢討,他說一定是我服務不夠 或者我的票價太高了 所以我盈利呢,利益這麼大 你看一個文明的國家是這樣 那在台灣一定是升官,你這個替國家賺錢 不對的,他認為是說我這個原來計算的這個價格 大概是太高了,或者我應該提供的服務不夠 所以才會多出來這個營利 這個觀念真的是差很大 因為這個捷運他是一個國家,甚至在歐洲有很多地方的公共運輸 他甚至都很低價很低價 他的目的就是大家要注意就是為了要提升環境品質 降低私家汽車的成長 你如果沒有答案的話,那就有虧之責 所以剛剛講這個自賞力的部分,當然是另外一個層次了 站在剛剛編尾講,站在國家的財政來說 因為他國家的財政應該通常的公共投資 這也是國家重要的建設 他是有一個優先順序 也就是說什麼地方我投資更符合我國家目前社會跟他的利益 所以通常他的財政的可行性等等 他是有時候會有一個內部報酬率等等的評估 表示說我在內部報酬率沒有達到的話 我這個社會的儀價值 或者他是有赦算 我這裡講的赦算不是赦算 就是赦算就是我隱含在裡面的赦算 我們現在就是說政府為了 因為過去促三條例之後 過去是太過於福利國的一個政策 蔣經國新時代就是如同二次大戰以後 英國所做的路線 就是所謂福利國家的路線 政府表示萬能政府 什麼地方都有政府來提供 後來就是改變為叫做 就是獎勵私人投資 納進來 那麼我想我們這個主席已經來了 這個班長來了 我切算你的位置 現在讓我來組織 好 謝謝 謝謝 嗯 嗯 謝謝 謝謝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